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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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下半时开始后不到一分钟 上岗再度抓住全剑后腰位置 上的防守软肋进行猛烈打击 这一次 上岗在全剑后腰位置上蹲下了赵逊月脚下的皮球 由无类助攻奥斯卡德芬 将一分变为3比1 全剑这两利失球 无疑都与全剑中后场 中路的防守短板有关 而上岗这两利进球 也是让佩雷拉的球队奠定了胜局 从这场进护制战来看 刘一鸣 维特赛尔的缺阵 影响的不仅仅是球队防守硬度 维特赛尔的缺席 目前已经让全剑进攻缺少体系感 他们在对手的高位比赛下 更多是要依靠帕托 莫德斯特的个人表现 其与对方防线打击 而将全剑或影响全剑连赛战机索萨急需内部挖前职的议题的是 即便全剑本轮完败给上岗 目前为特赛尔 刘一鸣缺席后留下的空缺 索萨也很难弥补 他们是必要在8月最为艰苦的赛程中 面临着两名中后场中将的局面 这样的情况 很可能让全剑在激烈的中超第一集团竞争中掉队 从而措施来年的亚冠入场圈 然而 维特赛尔从上赛季一史 就是球队铁打不动的主力全能型后腰 刘一鸣所在的中位位置 更是全剑长期的阵容短板 一时间 索萨的确很难找到这两名中后场大将的替代者 但是 如今的全剑还是要面对确定小奖的现实 维特赛尔 刘一鸣的位置 文俊杰 陪设这样的全剑版邓球员 也需要所发在关键时刻给予一些机会 迪伦TH 因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谢谢大家